自9月中旬以来 大陆20余省市拉闸限电 严重影响民生和企业生产 外界分析 中共一再高唱的举国体制 或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 剪眼下之急 但没能力解决全局性问鼎 此轮电荒释放出重大信号 及中共官僚体制的消极带阵 或成为最大危机 大陆20多个省市地区 从9月中旬开始先后拉闸限电 缺电最严重的辽宁 吉林及黑龙江三省 从23日起无预警大规模民生限电 且动辄断电十多小时 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中共国家电网称 受电媒紧缺等影响 东北地区目前电网有崩溃危机 才采取对居民限电措施 电力供需紧张状况缓解后 会优先恢复居民用电 但恢复时间目前不得而知 大纪元专栏作家王鹤 10月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共体制性的腐败 催生出这次的电荒 王鹤表示 中共的极权体制也造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矛盾巨大 什么都是由中央政府说了算 地方政府没有发言权 据媒体10月1日报导 有消息人士称 主管人员和工业生产的 中国部总理韩正 9月27日向大陆最大的 几家国营能源企业下令 要不惜一切代价 确保2021年冬季能源含电力供应 消息人士还称 中共政府不会容忍出现大停电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月3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28国新任驻忠使节时强调 北京会维护产业链工业链稳定 保证能源电力供应 保障基本民生 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陈奎德10月2日告诉大纪元记者 他对中共的这种举国体制 是否能马上解决 涉及全局的电荒问题 持怀疑态度 陈奎德还预言 也许中国人还要有一段 所谓与缺电共存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因为极权体制经济 不可能像市场经济那样反应敏捷 从而达到某种动态平衡 中共自称其体制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 具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等等 但陈奎德认为 大陆的电荒是体制性的问题 大陆的电器是高度垄断行业 不是完全按照市场的方式供电 因此供电问题也就不可能通过 非常迅速的市场经济调节的平衡办法来解决 陈奎德表示 这次电荒让人看到了中共的末世败乡 对中共的执政统治心理而言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 中共的几个主要官媒 央视和人民日报 等在强调电荒原因时 口径都不是一致的 这就可以看出 中共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高度统一的意见 其内部越来越不协调了 陈奎德说 这次的电荒向中共释放出崩溃危机的重要信号 因为电荒这件事非同小可 波及了21个省市 而且连北京上海这些中共力保的地方都未能倖免 陈奎德断言道 中共以后面临这种危机的频率会比过去高得多 将来北京当局面临最后出现的最大危机 可能就是危机士气应接不暇 最后中共应付不过来的时候 就会出现最后总崩溃的危机 топ词 这代表连衣服 钓 Bom尽 东西 油 纤 kost